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领知美平安 我们今天是第十四集 我们会看经文的范围 就是《三母义记下》第十九到第二十章 这几张经文是讲到阿沙龙死了之后 戴卫从马哈涅巩固堡垒城返回耶路撒冷 他要经过若旦河在河东的地方 预备渡河回耶路撒冷 我们的集中经文看一看 其中的一幕就是 在《三母义记下》第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三节 就是戴卫回耶路撒冷途中 再遇这个师妹的一幕 当时阿沙龙死了 戴卫和他的家军要从约旦河东到河回耶路撒冷 当时曾经骤骂过大卫 即是说在大卫在阿沙龙半变的时候 他要逃离耶路撒冷 在途中受过这个师妹 骤骂和用石头打他的 这个素罗族的师妹 竟然间大卫在未到河之前 师妹竟然间是第一批人 第一帮人 首先他带人到若旦河东去见大卫 即是在纵长到未到尾先 这个师妹曾经骤骂大卫的师妹 他竟然间是第一个带着人去约旦河东见大卫 这一次他去到约旦河东 特意去见大卫 他不是再骤大卫 也都不敢用石头打大卫 他是怎样呢 一约我们中文所说的 父经请罪 即是说 师妹知道 这次阿沙龙背叛不成 大卫回经的时候 一定会 可能会 轻思问罪 所以这个师妹看到 这个世息不对的时候 他是第一帮人 在大卫到河以先 当然师妹也有他的计策 马上带着人来附经请罪 来到约旦河东的时候 原来他带了什么人呢 圣经记载 跟随师妹的有1000个变雅敏人 另外 素罗家的仆人 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 以及二十个仆人 即是说 师妹当时带了约有1040人 去见大卫 来到大卫的面前 来附经请罪 当时跟随大卫的 可以说是保护大卫的御林军有多少人呢 按照撒姆尔记下十五章十八节的记载 保护大卫 保护大卫逃亡的御林军是有六百人 师妹有1040人 我们要了解这个形势 大卫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 师妹怎样对大卫说呢 撒姆尔记下十九章十九二十字记载 师妹同大卫说 我主我王 当你出耶路撒冷的时候 伯仁行伯役的事 现在求我主 不要因此加罪于伯仁 不要纪念 也不要放在心上 伯仁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若失全家之中 我今天首先来迎接我主我王 当时大卫的将领 亚比西 亦都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 师妹咒罢大卫的时候 要杀这个师妹的亚比西 当时也站出来 就来和王说 师妹记咒罢耶和华的受高者 不应当自死他嘛 记载在三母义记下十九章二十一节 如果你是大卫的话 你会怎样应对呢 有可能一般常人就会这样来回应 当日我落难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危机的情况下 被你骂 被你用石头打 我吞声忍气 如今我回回耶路撒冷 你就来求饶的时候 我大权在握 位在我手的时候 我可以杀你 我们会不会这样回应呢 如果我们大卫的话 那究竟大卫怎样回应呢 在撒母义记下的十九章二十三节 大卫怎样说呢 大卫和师妹说 你必不死 接着大卫 甚至都和师妹起誓 保证她的承诺 不会杀大卫 对不起 大卫保证她的承诺 不会杀这个师妹 真是 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 何等宽宏大量的人 我曾经也听过有些人这样教导 大卫 你看大卫何等宽宏大量 我们要效法大卫 这个宽宏大量的心 各位大卫是否一个 何等宽宏大量的人呢 非也 为何 大卫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军王 当时他只是在忍气吞声 和师妹说不杀师妹 为何有理据 第一 当时大卫和他的家眷 可以说得一家大小 位于若旦河东 如果有战斗发生的话 必然互和及他的家眷 第二 当时保卫大卫的预林军 我们讲到只有六百人 但是跟随师妹的 他有一千多人 如果大卫当时说要杀这个球捨面的师妹的话 请问苏罗族的人这一千多人 会不会在面前受死 按常理来说 苏罗族这一千多人 如果大卫说当时要杀师妹的话 他们必然起来与大卫决战 一决战的时候 大卫和他的家眷必有船上 大卫是一个聪明人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大卫继续喷声引起 为什么呢 铁一般的事实 事实上就是 一后大卫在临终之前 他特意吩咐他的儿子 所罗门要对付这个师妹 在《列王记上2章8至9节》 我读给大家听 经文这样记载 基拉当时大卫是特意吩咐 所罗门要对付师妹 怎么对付呢 大卫和所罗门说 基拉的儿子师妹 我往马哈念去的日子 他用狠毒的言语奏骂我 后来他一下若旦河迎接我 接着大卫和所罗门说 我指着耶和话向他起誓算 我必不用刀杀你 接着大卫和所罗门怎么说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所罗门你是聪明人 你必知道怎样待他 是要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 大卫竟然对我说到这麽狠毒的说话 去对付师妹 他借所罗门这个有智慧的儿子去对付师妹 从以上大卫和师妹之间 整件事了看 我们也认为大卫是一个忌仇的人 忌了这麽多年 自己不杀 是吩咐他的儿子去杀这个师妹 有大卫姊妹 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从正面去了解大卫 当他逃亡的时候 受师妹的咒骂 和用石头打 他不杀他 当他回京的时候 那个师妹赴京请罪的时候 大卫也不杀他可见 大卫是一个尋得住气的人 他在国家未稳定之前 他不想再添任何的乱局 因为师妹有意恢复叶雅敏素罗的王朝 所以当大卫当时已经有相当的年纪的时候 他必须要稳定大卫王朝继任的人 是有定了有帝任王 他才能够去处置师妹 所以大卫一直忍住 直到确定所罗门继位之后 所以大卫是按夜话 跟他所立大卫之约 尽他自己的本分 去稳定大卫家的王朝 确保 正如列王记 他跟所罗门所说的 这个耶华臣 怎样跟他立大卫之约 列王记下二章四周的记载到 是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所以我们可以从正面来看大卫 其实他尽他自己应尽的本分 见到有危害 大卫之约 神所应许的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是保卫他大卫家的王朝 他尽他自己的本分 这个可以说是神定子之后 我们不能够说神他的主权定了 那我们就可以闯到等神工作 没错在一些情况下我们需要 但是我们不能够持一个所谓宿命观 fatalism 什么都不作 带着的来等候神的指承诈号 那我就可以租何者山 亡那山 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 但是绝对不是 人需要按神赐予的智慧 做人应尽的本分去成就神的功 当然 我们今天不是在旧约这个剧 在危机增战的时代 但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 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成就神的旨意 正如主耶稣教导的祷告 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天上 如行在地上 我们尽人的本分作成神的功 好 弟兄姊妹我们下回再见